什么人权不人权的 无非就是因为某些个政策 做法触及到了你的利益 但是呢 你又不能说我是为了自个儿的利益 我必须要拔高一下 我是为了什么全人类啊 全中国的这个人权啊 那都是扯淡 那都是扯淡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 移民那些事啊 这个话题呢 非常的这个笼统啊 它而且呢 涵盖的这个内容啊 也是方方面面 那么感兴趣 想要去做移民的朋友呢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 这期节目呢 去了解里面具体需要注意的 这个方向 那么不想去做这个移民的朋友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 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移民过程当中 那么他们的心态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OK 那么我们先来展开第一个板块啊 移民都是什么心态啊 移民都是什么心态 其实这个话题啊 不同的人呢 有不同的见解啊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 那么从我从事这个移民工作 10年来的这个经验上来说 那么我所面对的大部分想要去移民的这个朋友当中 大概60%啊 60%是为了子女教育的 那么这部分人呢 通常情况之下是比较极端化的啊 比较极端化的 那么一部分人是什么呢 就是这60%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呢 学习成绩特别优异 那么他们觉得呢 自个儿孩子完全可以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一视身手啊 所以呢 他们会去选择这个境外啊啊 比方说美国呀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呢 或者说欧洲的英国 对吧 德国 法国等等 一些个世界上知名的啊 或者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 那么他们认为呢 这个在这个留学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花费 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呢 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会选择采取一种移民的形式 那么既解决了这个出入境啊 签证的问题 那么又解决了孩子在当地读书的问题 那么这是一部分人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学习成绩特别差的 特别差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自己的父母啊 对于自己的这个子女能不能上一本 他的没有 心里面完全没有底 心里面是完全没有底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是为了能够给自己的孩子 多一个选择的这个权利 那么万一在中国 没有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那么你干脆就去这个国外去读书吧 那么跟另外一部分 这个孩子成绩特别优异的家长一样 那么所有的 因为孩子要出国移民的这批人 他们都去衡量了一个这个移民成本 和这个留学成本 他们会去做比较 那么在比较之后呢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办移民 那么孩子在将来考试成绩出来的情况之下 那么你不管是成绩优异 还是成绩差 那么他的选择面都比在国内要宽 大家知道哈中国的这个教育资源呢 还没有达到人人都能够去上好大学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是必须要依赖 必须要依赖高考 来进行一个人才的选拔 进行一个人才选拔 那么高考的一个副作用 也就是人为的让一部分人能上学 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办法去上学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中国的这个学生人口众多 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呢 就是为受教育而选择去做移民的 大概占了我所有客户当中的60% 所有客户的60% 那么这是他们的心态 所以呢 这批这个客户的这个心理上 作为那种希望能有选择权 希望能多一条路 这种心态的居多 这种心态的居多 而且实际上这部分客户 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他们的这个后代 那么这是60%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这个40%当中的话呢 那么门类就比较多了 门类就比较多了 一部分 一部分 那么他是属于这个国内的这个高层人士 收入呢是比较高的 自己有产业有公司 甚至在境外也有公司 那么这一部分人呢 他们会觉得这个资产分散管理 分散配置 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理财的核心理念 所以呢 他们会通过这种 这个在境外买房子 买基金 买债券等等等等 来分配他的资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移民呢 就属于他们买基金买债券买房子的附加值 也就是说我因为买了房子 我买了债券 我买了基金 导致于我可能符合可以移民的条件 那何乐而不为呢 那么这是一部分 那么之后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部分了 就是另外一部分了 那么这部分人呢 他原本 他原本就是对于这个 国外啊 其他国家 不管是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还是欧洲什么国家 他从小就有一种向往 就有一种向往 那么他觉得我在中国生活 对我自己来说 是不适合的啊 那么这个美国的文化啊 或者说是这个欧洲的文化啊 对他来讲 他感觉特别适应啊 他感觉特别适应 那么特别是有些人呢 他对这个欧洲的这个环境啊 就是自然环境 什么青山啊 绿水啊啊 什么这个这个欧式建筑啊 古老的历史啊 包括这个广场上 这个一群一群的鸽子呀 他特别有感觉 他特别有感觉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选择了一种 就是他自己认为 符合自己条件的 一种方式 那么这是一部分 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 在中国呀 犯了罪的 在中国犯了罪的 那么这批犯了罪的人呢 他认为在中国 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了 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了 经过监狱的啊 有过犯罪记录的 那么他就特别想换一个环境 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 那么这又是一部分 这又是一部分 那么现在网上呢 或者说整个社会当中呢 对于这种叫 这个转移资产 转移资产 那么他的反应呢 是非常强烈的 那么这也占了一部分人 这也占了一部分人 那么这批人呢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 这个心态呢 就是说 他们认为啊 自己在过去的 十几二十年 积累的财富 必须要放到一个 比较安全的地方 也就是中国境外 中国境外 他们会认为什么呢 就是中国是一个 共产主义国家 说不定哪天 就把你的这个资产 给共产了 出于这种 对未来生活的忧虑 他们选择 把自己国内的资产 转移到这个国外去 那么为了能够在国外 继续享有这些资产 那么他们必须要有一个 移民身份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部分人 也是一部分人 那么总的来讲呢 这个移民的心态 有多种多样 有多种多样 那么不管是为了子女的 这个未来考虑 不管是为了这个财务上的 全球配置 不管是因为这个 向往西方的这个生活 不管是因为这个犯了罪 想想这个换个地方 洗心革命 从头再来 也不管是这个担心资产被共产 然后呢 这个移民到国外 实际上所有的人 都是因为对于现有的 目前的生活状态不满意 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现实生活和你的这个目标生活当中的这个落差是特别大的 落差是特别大的 这个感觉呢 其实我能理解 这个感觉其实我能理解啊 在国内的现象也特别普遍啊 比方说小城市的希望到大城市去工作去生活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大城市的这种这个生活的社会状态啊 有非常多的这种千姿百态的业态 对吧 有非常多的这种可以消费的场所啊 穿的也都非常时髦啊 谈论的呢 也都是一些个比较高调的东西 对吧 那么他非常向往这种生活 所以呢 他希望从小城市转移到大城市里去啊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收入问题啊 大城市的这个收入呢 可能比小城市的要高很多 那么为了去淘金啊 那么他也去到了这个大城市 那么所以呢 这种心态啊 方方面面啊 方方面面 那么体现在教育上的话呢 就更多了啊 我举个例子 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你有选择的权利吗 也就意味着大家所有人都会去选重点学校 对吧 可是你进不去啊 可是你进不去啊 所以呢 我们在国内的这群人 就要想方设法的去买学区房 以保证未来子女能够上个重点学校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无论如何呢 这个移民的这个心态 和我们在国内的 包括区域上的这种差异 这种这个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当中的这种心态差异 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两样 本身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的话呢 这是一种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物质生活或者是精神生活 那么现实的状态和实际的需求中间的落差导致的一种结果 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种状态吧 这是一种比较明确的状态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移民的啊 他们的一个心态的分析 那么这个呢 是根据我过去十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啊 得出的一个结论啊 那么下一个话题呢 就是外国的月亮 它不一定圆 这个大概九十年代的时候吧 那么中国呢 它有第一波的这个移民潮啊 那么从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那么第一波的移民潮大概发生在九零年代左右啊 九零年代左右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哈 中国的这个物质水平是非常低的 物质水平是非常低的 那么很多人呢 他因为这种巨大的这种生活落差啊 巨大的生活落差 那么他们都移民到这个西方去了啊 不管是美国啊 英国呀 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家 那么但是呢 他去了以后呢 他就会发现呢 这个外国的月亮啊 他确实不圆啊 他确实不圆啊 那么这是第一次的这个移民潮 呃第二次移民潮呢 大概发生在这个2008年啊 到差不多2013年左右这个区间 那么这是第二次移民潮 那么第二次移民潮的话呢 他并不是这个啊 这个这个改革开放啊 因为发现了这种双方的这种啊 境内境外的这种物质生活的落差导致的啊 第二次移民潮大概的一个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移民中介的兴起啊 自从有了移民这个行业啊 那么移民中介呢 就在国内呢 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啊 发展开来了 而这个时候呢 国家对于移民行业的一个管制 是要求你必须要有这个因私出入境中介资格许可 那么这个资格呢 是你必须要交纳保证金的啊 要在要在这个出境管理局交纳保证金 最初的时候呢 大概也就是30万到50万吧 根据这个地方的不同 那么后来的话呢 这个你包括留学的资质啊 留学的资质都涨到100多万啊 100多万 作为这个保证金 那么这个保证金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保证金就是保证 一旦你的客户出了问题 那么我有一个可以制约你的方式 那么大概2005年到2008年到2013年左右的这个期间 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物条件 经过啊大概一二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 那么他的这个这个GDP啊 包括人均收入啊啊 已经是有相当的飞跃了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去看 那么中国的话呢 大概是从2007年开始 在整个的世界经济上的地位有迅速的提高 有迅速的提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有大把这个这个老百姓啊 企业主啊手里边已经有大把的现金了 已经有大把的现金了 那么这个现金到底怎么花啊 到底怎么花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于是呢 那么很多的这个移民公司啊 就筹准了这个机会 那么在市场上呢 进行一个非常广泛的啊 这个覆盖面积啊 非常大的一种宣传 就宣传什么呢 你可以去投资移民啊 宣传所有的这个境外的好处啊 而这段时间呢 大概是2018年到2013年左右的这个期间 那么这个中国呢 中国呢因为手里面这个老百姓手里面有钱了啊 这种攀比的这种攀比的这种感觉呢 也随之而来啊 所以呢就是那种有钱人呢 他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呃 你有的我也要有啊 你有的我也要有啊 你你办了这个这个加拿大 我就要办美国啊 还有很多家庭呢 就是平常都是做生意的这个合作伙伴 他们就组团一起办啊 组团一起办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做移民啊 他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啊 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啊 但是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啊 这个外国呢 他跟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期望啊 中间到底有多少落差啊 到底有多少落差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呃 国外的制度跟国内是不一样的啊 国外的制度跟国内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啊 那么他们所谓的这个民主自由也好啊 还是所谓的三权分立啊 等等等等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呢 呃 他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啊 可能会有朋友会质疑我这句话啊 还有谁对这个民主自由不能理解呢 啊 因为他们的民主自由是只准我民主自由 不准你民主自由 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们的主场 你们的主场不是中国是在国外 那是人家说了算啊 那是人家说了算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这个啊 中国的移民吧 大部分给这个其他国家带来的一种冲击 就是中国人好有钱啊 中国人好有钱啊 到处都是买买买啊 做移民呢 这个啊 全世界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比例当中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来自中国啊 这个比例是非常不得了啊 啊 这个比例是不得了的 那么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吧 那么大概山东啊 2010年 2011年左右的样子 这个光山东一个省 那么一年就要达到差不多一千多啊 一千多投资移民啊 大家理解这什么概念吧 就是一个省要一千多投资移民 山东省是个什么省啊 山东省在全国来讲算不上是一个经济特别特别强劲的省啊 就不要说北上广深有多少人了啊 所以呢 就说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啊 他们会会会去选择去做移民 但最终的一个结果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国外的这个法律呢 不了解 适应不了 特别是什么呢 像美国啊 你如果是在街上有什么事呢 人家直接拿枪指着你的脑袋 对吧 然后就是语言问题啊 语言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社会形态啊 社会形态 你比方说中国人有很多习惯呢 大半夜还要出去喝个酒吃个宵夜什么的 那么在国外呢 基本上没有这种事啊 他们这个社会呢 这个大概是夜幕降临社会活动也随时停止了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种族的不同啊 我们必须毕竟是黄种人啊 那么欧洲大部分国家还都是这个白种人 那么包括文化上的这种差异啊 有很多这个移民出去之后呢 感觉被受歧视啊 感觉受歧视啊 所以呢 就说是这个外国的月亮啊 它不见得远 它不见得远 那么在国内的这个移民公司啊 在宣传这个 呃移民国家的时候呢 通常只把这个移民国家的优点 无限放大 啊 无限放大 比方说福利特别好啊 啊 然后说什么房地产有就产权呢 啊 比方说这个上学都免费啊 等等等等 其实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一个逻辑啊 那么如果说你要享受权利 那么照道理讲 这个国家自己本身都没钱 他怎么可能会给你享受福利呢 所以羊毛一定是出在羊身上的啊 那么高额福利 那么它就意味着你的这个高税收啊 高税收啊 所以呢 这一点上呢 就是在移民公司这个层面上 基本上讲的很少啊 基本上讲的很少 你比方说 哎呀 这个中国呢 是70年的这个这个房屋所有权啊 人家外国呢 是这个永久产权 999年 对不对 对 但是 中国的房子 70年没错 但只收你一次税 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收你一次税 但是国外的房子 999年的事 每年都要收税 啊 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这种财务上的这种知识 或者数学上的这种知识吧 你可以去算一下 同样是70年 同样是70年 你在国外买房子每年交的房产税 够你再买一套房子 够你再买一套房子 这个就是代价 这个就是代价 但是呢 你在中国交的税只有一次 同样是70年啊 同样是70年 所以说这个落差呢 应该讲 是在这个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凸显的特别明显 啊 凸显的特别明显 你比方说是这个福利啊 很多什么这个免费 那个免费 你不交税 你哪有权利享受福利呢 那么人家国家又不傻啊 对吧 又不是那种人傻钱多素来的那种感觉 对吧 他会让你平白无故的去享受福利吗 啊 我们稍微动一点这个 这个逻辑上的这种思维 你就能想得出来吗 对吧 就作为我们个人来说 你也不会闲着没事 隔三差五的 这个找那些个不认识的人吃饭 请他们吃饭 你图什么呢 你图什么呢 啊 所以呢 外国的这个月亮不见得很远 啊 所以呢 后期有很多这个啊 移民出去的 他又回流了 啊 他又回流了 啊 有很多人在国外呢 他移民出去之后呢 他找不到工作啊 找不到工作 那么包括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这个兑换比例又比较大 啊 所以呢 你移民出去之后呢 你的这个资产瞬间就是 缩水了一大半 啊 瞬间缩水一大半 当然了 购买力并没有减减小啊 购买力比较减小 很多这个移民出去的人呢 这个特别好面子 特别好面子啊 那么拿到了这个美国的绿卡 哪怕是住在大概三四十平方的房子里面 也绝不回国 也绝不回国 为什么 因为没办法回国 没有回头路了啊 因为没有回头路了 你就是住在三四十平米 你的整个生活落差差很大 那么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 为了能在这个国内的亲戚面前 那么展现一把啊 你看我是有绿卡的人 对不对 那么他也绝不回国 也绝不回国 那么这也是一部分人了 好我们下一个谈一谈这个网上和这个社会上 对于这个移民的看法啊 网上的这个舆论呢 他们的这个定义就是什么呢 你移民了你就不爱国 你就是叛国贼 网上大部分的这个基调呢 就是这个基调 但实际上移民和爱国本身并不冲突 本身并不冲突 可能会有人过来质疑我这句话 没关系 我们我们各有各的道理啊 我们慢慢分析 第一个呢 移民本身并没有去做什么损害国家的利益的事情 并没有做什么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如果他损害到国家的利益 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中国的这个红通名单上 红色通缉令名单上 一定会有他 啊 中国的国际警察一定会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 把他抓回来 中国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中国没有去抓你 而放任你去移民了 也就意味着你跟中国的利益本身不冲突 啊 本身不冲突 第二一个呢 绝大多数移民 他从这个在中国出生长大以来的这种观念是不会改变的 也就是对祖先的这种崇拜观念是不会改变的 啊 他们总而言之呢 都会觉得自个儿这个生我养我的这个国家 他本身是不会有什么比较大的这种啊 怎么讲呢 就是排斥感 但是呢 他们有可能 对于中国现行的某些政策 做法 有排斥感 特别是这些政策和做法触及到移民啊 这批人的利益的时候 这个有对有错啊 这个有对有错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评论啊 有很多这个网上的这个想要攻击这个中国的他就会讲什么没有人权都是狗屁啊 别别不要扯这个东西都是狗屁啊 其实很简单 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无非就是因为某些个政策做法触及到了你的利益 但是呢 你又不能说我是为了自个儿的利益 我必须要拔高一下 我是为了什么全人类啊 全中国的这个人权啊 那都是扯淡 那都是扯淡啊 但是呢 也不妨碍很多这个移民国外的人啊 热爱中国 这个并不妨碍啊 并不妨碍 我们通过这次疫情 我们就就能看得出来啊 有很多在境外的移民啊 日本的这个韩国的啊 美国加拿大的啊 欧洲的很多移民啊 包括留学生都在做对中国医疗物资的援助啊 都在做 所以他们并不缺乏爱国性啊 他们选择了他们适合的生活方式 仅此而已啊 所以呢 这个移民与爱国并不冲突啊 并不冲突 但是呢 反过来说呢 这个不爱国的啊 有很多恨国党 他移不了名 为什么呢 条件不够啊 他恨国啊 他恨中国 但是呢 要要学历 学历没有啊 然后呢 这个要钱呢 钱没有啊 那么作为一个能够发泄的一个出口 就是天天在网上这个骂啊 天天在网上骂 这是一种很无聊的行为了啊 因为按照我的观念 能动手就绝对不叨叨 对吧 能动手 你还叨叨什么呢 那么如果你有能力 你也去 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啊 你喜欢另外一个国家 那你直接去移民好了啊 多简单的事情 现在移民又不贵了 对吧 你可能选择每家澳新困难一点 那么欧洲有很多国家可以选吧 对不对 所以说是因为没能力 所以才恨 他恨的不是说 这些人移民出去了 他恨的是他自个儿 为什么不能移民啊 所以呢 这个是完全两样的一个东西啊 完全两样的东西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我还是那句话啊 你移民这个事本身与爱国本身不冲突 不冲突 OK我们接着下一条 说到底呢 这个移民啊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呢 还是比较呼吁所有人呢 能够客观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你移民国外 和你从你自己的城市移民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概念 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比方说你可能觉得家里边这个自己住的地方 可能这个建设比较落后啊 你想到一个繁华的地方 或者说是这个平常人很少 你想到一个热闹的地方 啊 亦或是你在你当地这个发展的这个机会比较少 你想到一个这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亦或是你自己可能是觉得需要开阔一下眼界到一个更大的地方 任何的方式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任何的方式其实都可以选择的 但是反过来呢 我也我也需要跟大家去提醒啊 不要把这个移民国外看得有多么高档 不要把它看得多么高档 我我以前在德国留学的 我我都知道我们当时在国外是个什么生活状态 非常清楚 你要你自己打工啊 你各方面啊 租房子什么 你要面临很多问题 你要面临很多问题 虽然你在国内的时候 你可以讲哎 我是在德国留学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你能不能吃饱饭 能不能避得了夜 对吧 就像这个鞋子穿在脚上 它合适不合适 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呢 不需要把它看得太太牛逼啊 没有什么牛逼的 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啊 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还是要多提一句吧 就是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做这个事情啊 移民不要盲目的做这个事情啊 很多人呢 他就是啊 一门心思吧 因为这个移民呢 他的花费呢 是比较大的啊 他不是一艘这个小船啊 你随时可以掉头 是不太容易的啊 不太容易的 所以呢 你要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慎重选择 另外一个呢 大家的这个观念啊 也需要从十几二十年前调整到现在啊 因为很多这个没有出过国的啊 没有出过国的 没有特别是什么呢 你出过理由 那个根本没用啊 出过理由没用 你出过理由 你能看到什么呢 就是景点嘛 好看嘛 你没有在那生活 你根本不知道那什么情况 根本不知道啊 但是他的观念是什么呢 哇 好漂亮 好看 真好啊 山好 水好 人好 对吧 什么都好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因为大多数人呢 不管是从这个啊 老一辈过来吧 包括我们新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 因为没有在境外实际的居住过啊 因为没有实际的居住过 那么不管是媒体啊 包括中介公司的渲染呢 他总觉得中国的生活状态跟这个国外呢 有相当大的差距 有相当大的差距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会做出一种比较盲目的啊 不理性的一种选择 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啊 你到网上去查数据就知道了啊 那么中国目前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人均水平 所得呢 是去年吧 刚刚超过一万美金 也有可能会有人跟我讲 哇一万美金才多点 人家国外都好几万 四五万七八万 对不对 没错 是的 但是购买力指数你们看了吗 购买力指数啊 国外呢 他收入高 但他消费很高啊 但他消费很高啊 同样一个东西 他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我们的这个收入呢 一万美金啊 人均一万美金 但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购买力指数比较低啊 明白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你实际你这个钱能干什么事 是衡量你到底这个财富拥有的多少的一个根本原因啊 一个根本原因 OK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就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那个过去那么这个从业的这十年当中 我遇到的一些个人生百态啊 人生百态 我得跟大家去讲哈 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呢 我是经历过这个出国留学 然后呢 经历过这个希腊的这个大赦 我不是投资移民啊 我是大赦 然后呢 回流 然后回流 然后呢 又想这个出去 然后最后呢 还是决定留在中国的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 这么一个曲折的这个过程 他代表了什么呢 他代表了大概这二三十年吧 这二三十年从中国国力和外国国力的一种 这个此消彼长的一种变化啊 此消彼长一种变化 那么也代表了作为一个个体啊 一个个体 从20岁开始到这个40岁这个区间 将近20年的这种对于这个移民的这种心态上的变化 心态上的变化 OK 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中国政府他允许你移民吗 这个网络上啊 特别是移民中介啊 他为了能让你去移民啊 为了能赚你这个钱呢 他他是在销售一种什么呢 就是一种叫恐惧感啊 在销售一种忧虑啊 他让你觉得啊 我的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那么其中的一点就是咱中国的这个政府啊 不是一个民选政府啊 是一个威权统治 他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控啊 各种各样控制你啊 对吧 你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 对吧 现在是你走的最好时间 然后你赶紧交钱 对不对 你交上钱我马上给你办 对吧 大部分的中介都是这种说辞 大部分中介都是这种说辞 但是实际的情况呢 大家需要注意啊 中国呢 从90年 90年以来 一直到2018年 出入境管理局一直有在发放 因私出境中介资格许可证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政府允许你去移民的一个核心代表 他如果不允许你移民的话呢 他连这个因私出境中介资格都是不会发给你的 都是不会发给你的 他就不允许这个行业存在 那么他既然存在 就意味着政府他允许你去做 只要你不损害国家利益 你想去哪随便你 只要你有能力 你想去哪随便你 那么从这个2018年的这个 10月8号 那么出入境管理局呢 他取消了因私中介许可证之后 那么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办移民了 所有的这个公司都可以办移民了 即便你没有因私出入境中介资格许可证 这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中国政府已经自信到随便你 的状态了 随便你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 那么还有很多人他会说 这个前两天有一个网友 在这个我的微信上问我 这个中国政府是不是在控制你移民 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他说 你看我们每年的这个 这个外汇管制 只有5万美金 他就是怕你跑了吗 不是的 我在这里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中国目前是不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 不是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 那么目前的话 人民币跟美金还不能够自由的对话 那么政府有他自己的考量 特别是担心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 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这个经济 那么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在面对一些个境外的货币战的时候 那么他在这个货币战的过程当中呢 为了要能够打赢 他必须要使用到美元 必须要使用到美元 中国的这个14亿人 如果人人都能去兑换美金 就是无限量兑换 那中国的这个美金储备早就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算是一种自保的一种行为 自保的一种行为 那么因为现在很多的 不管是这种大宗交易 国际上的大宗交易 原油期货 他都是跟美元挂钩的 都是跟美元挂钩的 所以有的时候 美国要打击中国的时候 就利用他的货币 操纵他的货币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香港 那么索罗斯呢 他搞了两次这个狙击香港的这种 这个做空的这种动作啊 那么用这个联合了十几二十个这个 这个大鳄吧 一起来做空香港的股市 买空 用各种方法来买空 换句话说 如果他真的成功了 那我们的这个香港就彻底挂菜了啊 经济肯定是一决不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国会用很大量的这个美元 来给香港做托底 做托底 那么这就是这个货币战争当中的一种形式 所以呢 这个中国政府啊 限制每人每年啊 只有五万美金的这个外汇额度啊 他不是要限制你移民了 他不是要限制你移民了啊 他只是要为了这个自保啊 只是为了自保 那么当然了 还有很多人啊 其实就是政府不能换 那么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换啊 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换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话题 希望呢 这个视频呢 能对大家的 不管是在未来移民的规划上 还是看待移民这件事上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